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却有着非常尴尬的一幕 清朝皇帝不惜篡改历史 加以掩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话说1618年 努尔哈赤决定与明朝决裂时 曾发布了一篇写有七大恨的《讨名习恩》 七大恨的第一恨是我之祖父 为长损明边一草寸土 明无端起信边锤 害我祖父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祖父 父亲是被明朝所杀的 所以他才起兵要为祖父 父亲报仇 那么问题来了 努尔哈赤的祖父 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据清朝官方史料记载 努尔哈赤的祖父 名叫绝昌安 父亲名叫塔克氏 是剑州女真所位的首领 万历十一年的时候 剑州女真的一个首领名叫阿台 占据古勒战 对抗明朝 于是明朝大将李承良率 兵围攻古勒战 阿台的妻子是绝昌安的孙女 绝昌安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不安 于是和儿子塔克氏去救孙女 结果被困在了城中 后来古勒战被明军攻破 绝昌安 塔克氏死于乱兵之中 当然这只是清朝官方的记载 历史的真相被他们刻意掩盖了 绝昌安 塔克氏其实是明军的带路党 绝昌安这个人非常聪明 早在十几年前 当时剑州又为王皋胜利非常大 绝昌安便与王皋联姻 然而 子塔克氏娶了王皋的女儿 孙女嫁给了王皋的儿子 王皋这个人很有野心 居然以次向明朝挑衅 不过绝昌安很狡猾 他表面上顺从王皋 暗中与明朝勾结 甚至向明朝进城毁过入供书 后来王皋被李成良击败 被灵池处死 不过他的儿子阿台却逃过一劫 后来阿台占据古乐站 准备继续对抗明朝 这时候明朝辽东总兵李成良 准备进军古乐站 不过山川道路很不熟悉 于是绝昌安 塔克氏父子自告奋勇 站了出来 表示愿意为明军带路 在出卖庆驾王皋时 绝昌安就出过力 帮过明朝 因此深得明朝的赏识 之后得以加官进决 如今明朝又要对孙女去用兵 绝昌安自然不能让别人把功劳抢走 这时候 绝昌安仗着自己背份高 能力强 想来个不战而取人之兵 携孙长之名 入围成省携孙女 劝阿台将 结果阿台非但不同意投降 还把绝昌安 塔克氏给扣下了 于是明朝只得发动军队 最终将古勒寨攻破 不过绝昌安 塔克氏 却死于乱军之中 两人死后 有一个人坐不住了 他就是努尔哈氏 自己的祖父 父亲为朝廷办事 却死于非命 事后明朝也觉得不好意思 为了安慰努尔哈氏 乃归二祖丧 于赤三十道 马三十匹 风龙虎将军 赴给都督十书 自此岁数 银八百两 蟒断十五匹 不过清朝建立后 带路党的这段尴尬力 实自然要抹掉 参考资料 一 东华路 二 清太祖石路 三 清朝前纪 四 明神宗 二 八 二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